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所问思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一 这两天我们业内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7月份的经济数据 这经济数据全部出来了 出来之后把这数据摆在桌面上 大家一看都麻了 这样的一个数据讲实话真的是比较弱的 在历史上也比这种弱的数据比这种弱的情况好像还是不多的 那么也导致了整个股市包括整个经济 目前为止大家预期都是非常悲观的 对吧 很多人都是非常悲观的 包括很多的业内的同行其实大家都很悲观 就是说这个市场 特别是大家对房地产的这种依赖性 就认为房地产这个事情可能会导致整个经济会出现什么情况 日本的平成时代 有很多人就是把那个日本的平成时代这几个字就一直挂在嘴边上 大家知道什么是平成时代 就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一个一点点经济方面的东西 就是平成时代是1989年到2009年这30年的时间 这30年的时间是日本整个经济在往下走下坡路 大规模走下坡路的时代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指数 这个日本的这个股市的这个指数 其实是从这个38000多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89年 然后一直走到了 你看走到这个地方 就整体日本的这个经济就会走成这个样子 那有很多人说中国有可能 因为房地产的这个事 对吧 房地产的落幕 就导致了整个股市也可能是这样子 或者整个经济也是这样子 跟日本有点像 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 对吧 那我个人认为 日本它跟我们情况是 就是说有相似的地方 当然是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马上把我这听完 你就知道 这个我们跟日本的这个情况是天然之别 怎么讲呢 大家知道中国 A股到现在为止31年 对吧 31年时间 这31年的时间 中国的股市制度彻底改变是1996年 从1996年之后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也才20多年时间 那么这20多年时间 一共有几次牛市呢 你仔细看有三次牛市 系统性牛市 大的牛市 有三次 1997年 这里呢 是一次 对吧 大规模是一次 2005年到07年 6月24点是一次 然后这里是一次 然后后面呢 就再也没有形成过牛市 那么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要把历史上 中国这些牛市形成的原因 你会发现 当前所有的市场 我们现在所有的因素 都已经构形成一次牛市了 有很多说你不是神经吗 对吧 这个当前怎么可能会形成牛市 我跟大家讲 市场当中所有的人都悲观 你应该反向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什么事 我跟大家讲 这么些年 我们在市场当中 讲实话 这备受艰辛 备受煎熬 对吧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实 是什么 如果这个市场说 交汇了我什么 它交汇了我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股市一定是帮国家解决问题的 一定是帮国家解决问题 我说的是一定 你说这三次牛市 包括历史上有几次像样的牛市 中间有几次像样的牛市 你看像这种 像这种像样的牛市 稍微有一点点波动的这种 都是在帮国家解决问题 你们信吗 那我把这三次牛市分析情况给你看 你大概其就知道 当下这个情况 其实并就是有非常多的有利条件 你仔细想 我们首先讲1999年 1999年为什么当时的大牛市会启动 1999年那个点 为什么大牛市会启动 对吧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1999年这个地方 这个大牛市一共涨了1047 涨到了多少 涨到了2245 涨了一倍 为什么 当时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国企大规模的倒闭 就是一方面是国企的倒闭 然后很多的企业职工下赶 对吧 国企融资融不到 那么职工下赶的人数 当时有多少人呢 差不多有6000万到8000万 然后呢 有40万的国企 可能就是融不到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南斯拉夫那个事 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 对吧 这个几个事情叠加在一起 当时我们要解决一下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的信心问题 因为当时大家都没信心 跟现在一样 都没信心 这信心啊 就比较差 对吧 而且呢 整个经济也迫需要启动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为了解决国企的融资 还有当时的一些信心的问题 这一些这个信心问题 就老百姓的信心问题 这个时候呢 哎 你们发现 大牛是启动的 那这个大牛是启动 背景其实是复杂的 但是它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要解决信心问题 第二个要让数千万的这些失业 还有国企转型 让这些企业能够融到钱 没有破产的这些能融到钱 而且当时的股市的先起 讲实话 带动了整个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为什么 因为你股市好 大家能上市 上市能够能够变现啊 对吧 就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去经营这些 你看我们的互联网企业 就在那一波起来 那么这是当时的那一波 那么第二波呢 05年 05年的启动 是什么 2005年到6124年 这一波启动 最主要的当时是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国企改革 就是国企分制改革 什么意思 就是国企的那些限制股 它要流通 对吧 它要找人接 那你说在 已经跌到那个时候 已经跌到这个地方 对吧 900多点 那些国企股那个便宜啊 真的是 遍地都是便宜股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抛递了 国企股开始减持 对吧 开始 如果国企股开始减持 那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那个时候说 我们一定要把股市给拉起来一下 拉起来干什么 一是让国企 让我们的这个国企 国有企业能够顺利地坚持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四大银行 包括像中国远洋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远洋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上市的 对吧 那上市到了51 中国石油呢 那是非常著名的公司了 上市之后45就一下掉下来 整体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是为了解决 国企的融资问题 还是为了解决 当时的国 这个 我们讲这个资金的问题 就是说国企它要上市 它要融资 而且呢 前面上市的国企 它要股权分子改革 它要把这个资产卖出来兑现 所以又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启动股市政策 各方面配合 对吧 政策的宽松 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 一系列条件 就把股市呢 给拉起来了 那么2015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2015年也有次牛市 你看我们30年 这个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 96年到现在为止 你看就20多年实现 20多年就三次牛市 15年那个牛市 那个时候15年 在13年14年的时候 那时候欧洲不是有欧债危机吗 他们那时候也开始 然后我们国内的资金 也纷纷的在外流 那个时候外流还比较严重的 但是呢 为了保证外流 这个资金不要流出 你看我们 现在不也情况差不多 对吧 然后就开始抬这个股市 还搞了一个一带一路的 这个大的概念出来了 对吧 但是呢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2014年上半年 那时候股市不大好 IPO那个时候是停掉的 那个时候是停了 IPO那个整体是停掉的 停掉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他又想把IPO 这个融资功能又恢复 恢复完之后呢 然后就在一个会议上 就提了 现在我们股市 目前为止 对吧 要符合国家当前经济的 这个发展形式 就提到股市 然后股市就一路往上走 那唯一错的事情 就是搞得太急了 对吧 让券商搞得散情性多 然后把股市呢 给砸下来了 那么有可能说 那你怎么说 这个当前这个情况 跟那个时候 跟这前三次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就跟你盘算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历史上 99年那一次 是不是有地缘争端问题 南斯拉夫大师管载事 现在是台海事 对吧 现在有没有经济困难 他也有经济困难了 我们房地产 现在是整体情况 对吧 就是一个经济 非常严重的问题 然后还有 我们当前的情况 能不能改变 大家的悲观预期 首先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启动牛市 首先该解决的 我觉得就是信心问题 就大家现在 对于房地产的 这个悲观预期 如果股市起来了 你这个悲观的预期 可能一扫而空 一扫而空 对吧 那就没有这种悲观的预期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消费的问题 我们现在 很多人说发钱 你知道我们的M2 现在的M2 已经到了12% 跟去年相比 你增长12% 你再发的话 要通过膨胀了 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那个贷款的 五年期的这个利率 下调 对吧 如果你贷100万的话 要少还3万多块钱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在给老百姓 解释放老百姓的什么 消费能力 就是你还100万 现在还97万 那么还是银行 给老百姓 释放这个消费能力 但是这个释放消费能力 只是在房地产 这个方向的 你如果说100万 我还的97万 对吧 那我真的会消费吗 那可不一定 但是如果有一点 如果我的基金在增值 股市在赚钱 理财不亏 那大家这消费热情 才会被激发 那么其实日本这些年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消费 它这个低欲望 大家不消费 这个不敢消费 负债 不敢负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日本的经济就走 摔了 走了30年 中国的这个消费问题 我觉得 目前 这个情况 就是说 你要把股市给启动了之后 这个消费问题 逐渐逐渐会缓解 至少呢缓解很大 第三个问题 转型问题 这个问题 我周末的时候 跟他们在聊的时候 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搞这个资本 搞科技相关的 他就说了 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助力 没有科创板 没有创业这些助力 我可以这样讲 就中国的 这个科技企业 你发展不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仇视 你到美国上市去 对吧 人家还仇视你 所以你必须得找一个地方 能够让我们中国的 这个科研人员 能够让他的专利 来兑现 那么资本市场 就是最好的地方 美国为什么 这个纳斯达克这么牛 就是因为他对接了硅谷 对吧 这些创业的企业 那挣了钱 这个有了专利 立马就往上走 就往科技上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够 把这个股市搞 搞出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中国要想成为 全世界的资本中心 对吧 全世界的资金 都到这来上市 那么首先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我们的股市 对吧 你要有这样一个资本市场 要有这样一个 这个源源不断的 能够把你的企业给 撕化 转型 让它成功 这样的一个市场 一个融资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对单前来讲 我们的芯片 对吧 芯片这个问题 如果芯片这个问题 你想加速解决 股市这个问题 启动 让这些科技企业 稍微有一点 这个能力的科技企业 你就上市 都有好处 第四个大家可以看到 货币的容纳问题 M2到了12 你现在还想 要不要发钱 你不发钱 紧速经济更难受 如果你发钱了 这个钱 能不能进入到楼市 那肯定不能进入到楼市 不能进入到楼市 它也不能大规模的 进入到实体当中去 那怎么办 那么你只有通过股市 把钱 通过融资和再融资 融资就是IPO 再融资就是你通过定增 什么的方式 你进入到增长最快的行业 去扶植那些 能够帮助国家 进去迅速恢复的这些产业 对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 直接直观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资本外流的问题 资本外流最主要的 就是你市场没有环境 就这样实话 如果你的市场有环境 你的市场能够 源源不断的获利 资本是 外流的概率是不大的 但是如果你资本不能够 源源不断的获利 那我为什么在你这带人 为什么在你这带人呢 残年就是保持这样的熊市状态 基本上来讲 没有人喜欢这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几乎所有的因素 跟历史上 那三次大牛这项饼 我们所有的因素都具备 那有很多人说 那这个行情什么时候开启呢 我跟大家讲 密切注意啊 我只是听说 我参加了一些 一些网上的一些论坛的 什么的 对吧 那现场现在比也比较难 交通方面 就是说在网上参加一些论坛 有很多消息是讲 政策有可能会在 近期的一些会议当中 可能会提到 关于股市的政策 所以大家注意 所以我讲这个东西 也不是瞎讲的 第二个就是经济数据的好转 特别是涉容数据的好转 就是老百姓敢花钱 敢开启杠杆去花钱 那么说明股市有可能起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 外围出现重大的危机 可能会对中国的遏制减弱 大家可以看到 对中国的遏制有什么好处 你们可以看看 英特尔 对吧 这是美国打芯片战争 英特尔现在从多少 从多少 你看还在跌 66跌到了34 还还在跌 看看整个欧洲 对吧 你遏制来遏制去 得到了什么好处 德国现在又重出了2%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目前为止 如果外围突然遏制减弱 而且呢 对中国的产品需求 对吧 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强 那么有可能股市会出现 一波比较不错的行情 这几样东西 如果有个两次 三样 如果有两样出来 那么市场应该来讲 会开启一波 好 那么回到了前面的话题 那么为什么中国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的股市 假实话是被外资 他的资本是全流动的 而且当时平成时代的时候 他中了美国的套 中国目前为止 抵抗是有理有结的 而且我们资本没有完全开放 而且日本当时对政策的依赖性 没有中国像中国这样子 中国的政策经济体量 是日本的多少倍 对吧 现在是日本GDP整体的三倍 而且我们日 我们这个 这个中国目前为止的 就是历史上这些牛市 都是由政策直接发起的 就政策告诉你在这个位置 就是应该起来了 那日本当时没这事 你知道吗 你仔细去研究一下 他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市场的这种干预 而且体制也不同 人家搞的是美国 欧美那一套 所以跟我们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注意 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可能走到 日本的这个平成时代 那个时间点去 仔细的研究一下 我认为 单前的股市 只要政策给一个火星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回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咱们不说历史性的 那种大牛市 走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对吧 你走到了这个 这个三千八九百年 甚至四千年 这种情况 只要政策 给这样的暗示 中国还是有这样 底气可以走到的 但所有的基金都解套了 所有的股票都解套了 大家都能够有所服营 所有的这个银行理财产品 都是属于正向状态 中国经济 中国消费 怎么可能会不振兴呢 好 今天的重点 我也讲到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照索问4的文章 如果你找不到文章 在哪里 你们相互之间 在评论区说一下 好 今天我们重点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问4的视频 关注索问4的文章 谢谢大家 如果你手机有点 长按点赞键 点个赞 谢谢大家